金曲歌后 吴思艾在台上高歌一曲 嘹亮嗓音 让台下贵宾及观众 听得很陶醉 台客馆秋季剑走活动 请来了金曲歌后 吴思艾替记者会开场 邀请全国民众 9月29号参加海费 麦纳斯永续大步骤 剑走活动 为地球环保永续 尽一份心力 怎么样让我们的 这么漂亮的一个山海美景 希望不要再有海费能够看到 然后更重要也能够再 出来因为借由剑走 然后能够有静灵减碳 这样的一个永续的概念 能够培养出来 那么为了要让9月29 这个大剑走全民都可以参与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 非常多的礼物 我们把海科馆 你看杨金 还有我们的博物馆里面 有非常多很好的礼物 都有拿出来 要赠送给各位 剑走活动 从即日起开放报名 参加走完全程 就能得到丰富礼品 海科馆再加码 连续三年参加剑走 就可以获得海科馆 一整年无限次入场券 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感谢 内政部也跟我们一起响应 所以其实前200位的 都可以也可以收到 内政部的这样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水准原点的公宅 所以一个另外更重要的是 如果集三年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办 从今年开始每年都会办 如果你集三年都可以拿到 我们这个金牌奖的话 可以变成为海科馆的永久会员 是无限次数可以免费 可以进我们这个博物馆大园区 去看这个所有的展成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借着这个929 0929 这样一个轻松走 邀请大家一起来剑走 主办单位海科馆 希望透过这次剑走活动 欢迎大家对于海费议题的重视 守护地球和环境资源 共同为永续跨出脚步 记者 华少鸣 基督报导